我自己就走了他们车间去看 等我看到的时候 我的心挖凉挖凉的 就是我的车就是 相当一个被解剖的一个状态 把发动机给掉下来了 就是给拆下来了 因为没有任何的告知的情况下 你拆我的发动机 是不是事先要给我打电话 说一声对吧 花了上百万新买的豪车 竟然被4S店拆的稀碎 看到自己的新车被拆成这样 车主侯女士当场就火冒三丈 4S店在不告知自己的情况下 私自拆卸发动机到底意与何为 究竟是想偷换零件 还是车子本身存在着问题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据侯女士讲述 三个月前她在当地奔驰4S店 购买了一辆价值125万的奔驰越野车 还赠送了一次免费贴膜 一个月后她从外地出差回来 车子也磨合的差不多了 就抽空将车子送去4S店贴膜 那顺便呢 我出差刚回来 但是我方向盘打死的时候 底下有点异想 你顺便帮忙给我检查一下 她说好呢 将车子送去4S店贴膜 已经四天时间过去了 可4S店却迟迟没人打电话 通知侯女士去提车 这时候侯女士心中有些疑惑 贴个膜也用不上四天了 于是她就亲自去到4S店查看情况 当去到维修车间 看到自己爱车的这一刻 侯女士就在这一刻